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会从事农业的人 或者是说热在农业 农夫这个工作的人 其实他先天上 我觉得他有两个字可以代表这样的人的个性 自由 根本没有老板耶 不用请假 你今天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你就是不想去田里面也没关系 就收成差一点 找到只长得不好 蔬菜都没关系 你只要你愿意接受 你今天爱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那可是通常一个认真用心的农夫 他会不由自主的跟着天的脚步走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所以他就会鸡鸣而起 然后天亮他就会赶快出去 然后太阳大牌回家躲啊 那他就慢慢慢慢的那一个节奏 会跑到他的身体里面来 我觉得他某种程度是很自由 但是又必须负责的人生 我感觉还不错了 其实种田这个事情 我小时候就只有一年跟我阿公 我回去帮他牵水牛 然后他做什么我做什么 然后他叫我做东我就做西做东 那做西就做西 其实完全不明白到底我在做什么事情 就有点像人家叫你 你就拖地板你擦桌子 为什么你要现在这样做这个你不清楚 那所以后来我在30岁以后回到宜蘭 其实宜蘭是我太太的故乡 那开始决定说 我是不是也可以拿起出头 过着比如说以田地为伍的生活 有点桃园民事的想象 不切实际的方面也有 可是当你开始之后你就会发现 真的都不明白 为什么挖这个勾要挖这么深 不知道 这个锄头为什么这么重 不知道 这个东西到底要弄多宽 不知道 这个菜什么时候种下去 不知道 你就只好看别人 怎么做我们跟着做 不会 就像我妈妈常常提醒我 就是说 你如果找不到 你不知道就问 那你总是会问出一个所以然出来 那所以 从头到尾大概都是一个尝试错误 就是做中学 但是挫折当然很多 在里头 各式各样的那种不明了 然后不了解 包括第一次台风来 水道被吹倒的时候 其实很不甘愿 他觉得说 心里头有一个声音 那个很有趣 我常常讲 他有一点像那个人家唱的那个老歌 我比白人更近啊 我比白人更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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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合理啊 可是 事实上 就 等于是大自然的力量 你根本没有办法逃避 所以在那里头 我觉得慢慢 种钱的功夫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进步了 这个进步有限了 因为起步的时间太晚 但是我觉得新的修炼都是练得不错 很快就发现 嗯 这个哦 看开一点 没有关系 其实说来简单啊 就是说 还是刚才那句老话 你就是循序渐进 然后不要一次太贸然的强劲 因为 究竟我们自己适不适合这样的生活 我们并不清楚 但是 我们可以先透过人脉 因为乡村其实是很重视人脉跟人情的地方 所以 如果我们 还不了解当地的一些习惯 风俗民情 嗯 贸然前进 有些时候可能我们无心的动作 会变成得罪人家的把柄 也不一定 因为毕竟都市跟乡村是截然不同的地方 那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 先 跟熟人 探路 透过人脉的关系 慢慢进去 然后一开始 不要太急着实现自己的梦想 先 张开眼睛看看人家在做什么 那 最简单的一句结论就是说 我大概有一个心得啦 在乡村不管你是生活 就地扎根 或者是说 偶尔就是假日的农夫 所有的作为 一举一动 都看在当地人的眼睛里面 所以 嗯 先做人再做田 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就是你要先知道人家在这里 为什么这样子做 你不要一开始就开口 破口大妈 隔壁那个喷农药的农夫 我想 如果不是这个农夫 跟或者是他的 爸爸他的阿公 一带又一带传承这些土地 肥沃的田地 农田给我们 其实我们花这样子 微薄的租金去租下这样的一个 可以让我们实现梦想的环境 我觉得 其实太便宜了 我们除了出钱之外 应该还要出一份心啦 这样是比较好 你要看賴清松 请看味泉TV 请不吝点赞